老花眼是一种生理现象 一般开始出现于40到45岁 全球约有11亿老逝者 住在拥挤的城市 每天对着电脑、手机、电视 老花眼像雾霾一样难以摆脱 怎么办? 有佛法就告诉你 只要有信心、耐心以及坚持的恒心 不仅如此 老花眼还是一种业障病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一、治老花眼按摩法 中医讲肝开窍于目 肾注精于目 所以许多眼疾中医都从肝肾来调治 中医的阳肝明目丸 石壶夜光丸 明目地黄丸等等 无不遵循这种治疗原则 但是这些方法对于治疗老花眼 却疗效不佳 根源就在于 老花眼的原因 更多的是由于长期的眼部肌肉疲劳造成的 问题并不在深层脏腹 而是在经络层面 明白了这一点 老花眼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直接调控眼部肌肉供穴的 是膀胱筋的后颈区 眼部的肌肉我们无法直接调控 触及不到 但我们可以把眼部的肌肉和后颈的肌肉连接起来 通过调节后颈肌肉就可以治疗眼疾 岂不是非常便利吗 转眼球 先按顺时针方向转眼球 转动速度需极慢 左、上、右、下 转眼的要领在于 头始终朝前 端正不动 只动眼 不动头 向左转时 目光要极力向左 能看多远看多远 但头不许向左转 向上转时 要极力向上看 但不许仰头 向右和向下也是如此 寂寞而逝 转动的轨道 因为圆形 而不是只是 左、上、右、下四个点 顺时针转完二十五次后 再逆时针旋转二十五次 这时会感到后颈发酸 关键就在这 必须要转到后颈发酸 才有疗效 证明此时眼部的肌肉神经 已经和后颈的肌肉神经 接通 这时只要按摩后颈的肌肉 酸痛感很快就会消失 而这时会感觉 眼部变得异常的轻松 二、在佛前供灯游 佛经云 如果我们常在佛塔寺院中 虔诚的燃灯供佛 有十种果报 双目四肢永远完好 不生缺陷 身无病痛 嗓门柔软 声音妙好 心地清明智慧 不为鱼吃所转 视力良好 如模拟球 能视微细物 眼球 角膜 结膜 永好不坏 生活安稳 衣食丰足 心无所惧 身心自在 善财善宝滚滚而来 身体健康强壮 充满生命的活力 不与他人发生 口角与打斗 三、持送释迦辉药秘咒 它是治疗眼病的 比如清光眼啊 白内障等等 这个是释迦佛的慈悲 手印就是食指相勾 中指弯转在掌心 大指捏在中指的背上 相病 头相助 无名指竖立相靠 小指左手压右手交叉 就是治一切眼睛的毛病 眼睛的业障都能治 这个咒就是 释迦辉药四个字 每天骑马至少要念半小时 天天念 直到眼睛完全好为止 眼睛好了之后可以方便别人 别人眼睛有毛病 你帮他吹口气 他的眼睛毛病就能好 四、持送佛经可得掩明 台湾原音老法师在闭关时 曾经发愿要抄写金刚经一百步 求菩萨加倍 得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写满一百步时 却换了白内障 视力变得更模糊 他依旧不管它 仍精进不屑 继续抄精 结果视力反而变好 原有的近视也不见了 后来不必戴眼镜 即可以阅读 且字字分明 一点不差 佛光大词典意在 印光大师 少智如学 喜读成诛之书 曾排佛 遭牧师名 继而蒙醒 转延佛典 以至成所感 募集获育 五、观音菩萨法门 当代备受广大佛子 尊崇的高僧宣化上人 曾经在他的《妙法莲华经》 《观世音普门品浅室》中 介绍了观世音菩萨的 另一首能治眼病的四句祭诵 就是《浦门宋》中的 无垢清净光 惠日破诛暗 能福灾风光 普明照世间 人的眼睛如果有毛病 可以常常念这四句祭诵 眼睛的病就会好了 可是眼睛的病虽然好了 你还要自己生出智慧 才能彻底治好 如果没有生出智慧 纵使暂时好了 将来还会发作 在《观音灵异记》上有记载 能医眼睛的病 那么究竟 他怎会医治眼睛的病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乃是观世音菩萨的 微神力加倍 总而言之 你要是相信经文 而应用于任何事 都非常灵验 有效用 你要是不相信 它就没有功效了 所以佛法如大海 唯信能入 佛的大法 好像大海无量无边 不知多深多大 你要是有信心 佛便能把你接引过来 很多的人都是知道 佛教是有法眼的 这是佛教五眼之一 其余是肉眼 天眼 慧眼 佛眼 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佛教五眼的解释吧 第一种是肉眼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眼睛 肉眼能看见物质世界 我们一切的感觉 知觉都经由它而来 这个肉眼跟心是连一起的 所以很多的经典 心与眼同论 在讲到心的道理时 先提到眼 眼睛是心的一个开关 所以心与眼关系非常密切 道家的音符经就说 所以古人很多时候都提到心眼的关系 比如孟子 比如孟子讲到观察人 一只眼睛散 一只眼睛散光 有些色盲 各种各样不同 所以一切众生的心不同 眼也不同 第二种是天眼 我们普通人几乎是没有的 天眼的能力是超乎物质世界 比如说看到鬼魂 看到天神 甚至于看到其他的世界 现在人讲的千里眼 是根据道家的传说而翻译的 天眼能够看到 欲界系统里面的东西 包括太阳、月亮、其他星球等的人士 也可以看到银河系统外面的世界 这是属于真正的天眼 宗教里形容天眼 是把素的佛像多素一只眼睛 以代表天眼 也代表了慧眼 天眼有两种 一种是报德 是多生多世修持、修定 才有这一生的天眼夜报 是与生俱来的 自然有这个能力 因为善行的报应所得的结果 另一种是修德 是这一生修来的 因为修界定慧的成就 这一生成就了天眼 天眼不是多长出一只眼睛来 是肉眼的本身 起了另一种功能 得天眼通的人 也与我们普通人一样 但他自然会看到多重的世界 再进一步是慧眼 慧眼也离不开肉眼 也是通过父母所生的肉眼 而起作用的 所谓慧眼就是智眼 是界定慧的功力显现 因为修定而发慧 这不是普通的智慧 是慧变成了力量 成了慧力 才有这个智眼 智慧怎么变成力量呢 我们普通聪明人 想一个道理想通了 譬如说脾气坏 贪嗔痴 道理上都晓得 就是扭转不过来 尽管研究佛法 道理上讲得很通 碰到是扭转不过来 这是慧的力量不够 也就是不能正果 不能成道的原因 所以真正的慧眼 是智慧的力量够了 才能成的 法眼又是什么眼呢 慧眼观空 而能够真正认识到 自信空空性的体 就是法眼 法眼观一切众生平等 非空非有 光落在空 还是小秤果的一边 要能够真正观空里的 妙有才行 在凡夫的境界里来说 是信空缘起 在悟道智慧境界里来说 是真空其妙有 这是法眼的道理 是平等而观 第五种是佛眼 佛眼不只是平等 而是观一切众生 只有慈悲 只有慈爱 慈悲是两个观念 组合起来的佛学名词 慈是父性 代表男性的爱 至善的爱 悲代表了母性 至善的爱 慈悲是父母 所共性的人德 是至善 无条件 平等 所以叫大慈大悲 佛眼看来 一切众生 皆值得怜悯 所以要不失众生 救众生 这也就是佛眼的 慈悲平等 所谓一切病由业而生 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业由心造 现在佛问 一个成了佛的人 有没有普通的肉眼 那当然有 肉眼就是看物理世界 这些现象的业障消去后 肉眼可恢复健康 老花眼也可以看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